降温了,带孩子出来吃个饭 这个餐厅的店长说最近生意很好 说现在尾牙了吗?快过年了 很多公司年终聚餐 这个香菜馆虽然看着很质朴 但是呢,它很好吃 这是免费的银耳汤,喝一小碗 天冷了,喝点热乎乎的银耳汤挺好的 这小吃也是自助的 这是那种传统的 它黄豆比较好一点 它点卤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 好吃的 今天它在这儿都少放点辣 它吃不了 你跟店长说什么? 别忘了,别忘了 人家店长不管这种小事的 事无必是 你让他挑他自己爱吃的 他挑了一个什么烧鸡 他还挺有眼光的 哦,挑了烧鸡可以 那个原味鸡吃多了 吃个烧鸡试一下 先弄这些 先弄这三个 蔬菜我点了一个甜 你还要点一个蔬菜吗? 要不 青菜就毛白菜吧 毛白菜不要吃 喂,我说菜心别点吧 在家里我都会炒 来这要吃特色的 要吃我不会做的是不是 毛白菜 毛白菜你买不到 哦,对对对,也可以 都没有 虽说这里随便另一个厨艺都超过我 但是品种要是家里少吃的才行 这个饼呢 算了 你不爱吃饼 这都是免费的 这些还有银耳汤 这个银耳汤都是自取 餐前可以先吃一点的 碗在那儿 对 吃不饱太棒了 太惨了 你需要粉丝为你捐款 我看你身体挺好 需要保养皮肤 需要美容 哇,五股丰登的感觉 这些农家菜看着好诱人 必须不能忘了我最爱吃的爆米花 小朋友也跟我有同样的爱好 你先取 小朋友优先 一手举手机 一手拍摄 还不好搞呢 搞几颗是个意思 给我们上下米饭就行了 那就是猪虫刀呗 资苏刀不是啥好吃 资苏刀产出小 北大汁 说实话我觉得 接下来中国反复可怜了大学 吃可以吃 吃饱了 来逛一下黄牛浦森林公园 这是不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 没有多少人 还挺漂亮哦 这样人少玩起来才好呢 最不喜欢的就是旅游的时候 人山人海 今天久违的冷空气又来广东了 好嗨哟 别人都希望暖和 我希望降温 不然那么多冬天的厚衣服 都没有机会出场啊 旷野的风吹着我的信用发 好舒服呀 先点评一下今天吃的那个香菜馆吧 那个香菜馆呢 是一个连锁店哦 在东莞都有好多加分店 那个虽然是一个湖南菜馆 但是呢它做的味道很好 食品安全也让人放心 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那个店长还出来介绍 他说现在的厨房都不像以前 会写一个厨房种地闲人免禁 现在的餐饮啊都讲究 开放式厨房透明操作 也就是他们说叫四地厨房 就是他们会特别宽敞明亮 然后有透明的玻璃可以让消费者 看到厨房里的情况 整个的食品安全啊都是公开的 就说现在的这个食品安全啊 跟餐饮的卫生是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啊 特别是这些餐饮商家 他们也是越来越有这个意识 因为现在的餐饮从业人员啊 都越来越年轻了 素质也是越来越高了 它的菜呢就品接地气的 那很多的材料都是从乡下运过来的 没有科技鱼很活 吃起来反而真的有这种食材 天然健康的感觉 挺好吃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在那充值 办了会员卡 然后充值一次呢 可以分好几次优惠买单 所以就会发现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吃 也是因为好吃 也是因为充值嘛 好吃才会充值嘛 充值了之后呢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吃 喜欢吃湖南菜的 也可以去那里尝试一下 里边有一些越式的菜 还有一些酒排烧辣什么的 像在广东这边开店啊 他们不管是做湖南菜 还是四川菜都会如何和一些粤菜 那就是今天吃饭的一个情况 然后吃完了呢 就来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来看一下 其实说到游玩 我觉得不一定不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啊 我感觉现在啊 城市跟城市之间那个差别不是太大 我呢要么就去一个特别陌生的地方 就是那种风土人情完全不一样的 有新鲜感的地方 要不然呢就不要跑太远 就在自己的城市里 先把自己的城市给走遍再说 只要心中有诗 那便处处都是诗情画意 总之不管去远还是去近吧 我都希望是人不要太多的时候啊 真的有这种放松的心情 哪怕看一棵草一朵花都觉得很惬意 诶这就是旅游 哇东莞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之前我真是低估了东莞啊 怎么样 东莞也挺漂亮的吧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谢谢 谢谢